看到了警方部署742名的警力来戒备 而学生在里面则是增加防御的攻势 学生们现在严阵以待 不但拿同军绳来加强固定阻挡物 同时从中午12点开始到下午3点 规定只出不进 尤其是白狼因为具有帮派色彩 学生更直接表明不欢迎 我们希望大家同学们不要落单 今天非常关键 天气虽然很差 但是我们还是呼吁各位同学 大家要注意自己安全 不要落单 场外人潮退散 加上白狼张安乐要来 林飞凡特地走到一场外凝聚人气 抗议学生严阵以待不敢大意 先做好防御攻势 为了因应不同意见的团体 可能会进入到一场内 现在一场是用这个同军绳 已经在加强这各个椅子的固定 此外一大早就有不少的物资 就从这个洞口陆陆续续的运进了一场内 尤其在靠近青岛东罗 这一侧大门可以看到 警力明显的增加了 坐满了整个走道 甚至这扇门呢 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 这段时间是严格的管制 只出不进 民进党也来帮忙 一场大门由绿营立委负责看守 八人一组才自发出席 用外青岛东中山南路口 民进党事议员发动甲级动员 二十二人要用肉身护学生 我们欢迎各式各样不同意见的表达 但是现在可能是有白狼 甚至有可能是有帮派的这些人 要进到这个议场里面来 我们认为这是有重大的安全的疑虑 所以我们不可能 抗议学生加上绿营名义代表 神经紧绷 就怕狼一来擦墙走火 发生流血冲突 记者综合报道